咱主要学了算术运算符及表达式 前面学的啊 算术运算符我说很简单 就是什么呀 加减乘除取余这五个符号 进行的运算就是我们数学上的加减乘除运算 包括这个取余 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三个大家记住啊 由于大家有好多是零基础的 以前没有接触过计算机 在咱计算机中没有乘号除号 没有咱小学学数学上的那个乘号除号 我们在使用的是什么呀 星号代表乘 这个符号代表除 这个代表取余 这个东西 简单走了啊 然后讲完之后 我们讲了一个类型的自动转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给大家说呀 当我们在写表达式的时候 特别是算术表达式或者复制表达式 我们说当参与运算的两个操作数 我们知道加号啊 加减乘数都在两个数进行操作 对不对 比如说三加三 比达两个数进行操作 对不对 当参与运算的这两个数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我们要求必须一致才能进行加减乘数 以及取运算 包括复制的时候 比如说咱写了个 inter a等于三加三 这样写啊 简单给我复习一下啊 比如说我写了这样一句话 大家注意 这个里边包含两个运算符 对吧 一个是什么呀 算术运算符加号 一个是复制运算符等号 对不对 两个运算符啊 那么 当进行加法运算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求加号两边的类型必须得一致 要是inter类型 都是inter类型 要是w类型 都是w型 才能进行运算 能够理解吧 这两个运算是6 比如说结果是6 结果是6之后 又要进行这么复制运算的运算了 对不对 再也要注意啊 由于左边 右边 复制运算都是把右边的值 复给左边 由于右边是个什么类型 inter类型 所以说也得保证 左边也得是个inter类型接收 这是我们的基本规则 能够理解吧 好 那下面又又有一句话要说了 有的时候啊 在写这个式子的时候 确实啊 两边的类型会不满足 比如说 刚才我写的3加3 两边类型是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写个3加3.14 那这样一个式子会出错吗 比如说前面 我可以定一个double 我知道3加3.14 应该是个小数 结果是个小数 对不对 6.14 对不对 所以说前面 我又定义了一个double类型去接收 它的结果 那我先问这个加法 这个运算符啊 由于左边和右边的类型是否一样 左边是int 右边是double 对不对 我说在setup中 直接写个小数 就是double类型 那这俩能进行加法运算吗 原则上根据我们这句话是不允许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说两边的操作类型 结果 参与加法运算的两边的数据类型必须一致 所以说这儿的话就处于一种不一致的情况 不一致的话 我们这儿说了 当满足下版这两种情况的话 我们的数据会发生一种自动的转换 自动转 什么这两个条件什么条件呢 第一 类型相兼容 就说我们 当你看我们知道 当这两个数经相加的话 其实啊 这个int类型会试图转向什么呀 double类型 对不对 会自己试着往double的想转 那这儿的话就是int会试着往double的想转 为什么能转呢 第一 int类型和要转 要自动转化的类型是兼容的 什么叫兼容啊 什么叫兼容 都是数字对不对 你说一个张三转成一个数字能转不能 不能 这又属于不兼容 所以说不会发生自动转变改变 对不对 一个int类型是个数字 三是个数字 转向一个什么呀 3.0 3.0是不是也是个数字啊 这两个就属于兼容的 又转换的这个前提 第二个条件 我们的转换永远是什么呀 往大的来去转 三千克大家讲过原理了 对不对 从一个小范围向一个大范围转 所以说在这两个进行参与预算的时候 我们发现呀 一边是int一边是double 会自动把int转换成什么呀 double类型 所以说这个三会被我们的系统自动转换成3.0 这时候两边的数据类型就一致了 然后他俩就可以进行计算 计算结果是什么 6.14对不对 6.14是个什么类型啊 double类型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 对于三加上3.14 接收他的结果的这个类型 一定要是double类型 为什么呢 因为三会转成3.0 一个double类型 两个double类型相加 结果还是double类型 所以说接收这个结果了 必须是double类型 那我明白吧 这也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说 对于一个表达式 如果有一个操作数为double类型 则整个表达式就提升成了double类型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说3.14加上6 乘以3加上10 这个式子中我们一看 只有一个是double类型 其他的都是double类型 对不对 那整个式子的运算结果 你说是什么 double类型 对不对 就是这句话 为什么呢 你想想 3乘以6好吧 double类型乘以double类型 还是double类型 18对不对 那3.14加18能加不能 不能 他必须先把这个18转换成什么呀 18.0double类型 对不对 然后进行运算的结果是21.0 还是double类型 对不对 21.0 那么21.0 是21.0吗 忘了刚才那个是3 21.14对不对 21.14 好 那这个计算有没有了 再计算这个加号 那还是一边double类型 一边运算0 这个运算0还会转动什么呀 double类型4.0 对不对 然后再计算 然后结果还是double类型 能够理解吧 这是这个啊 所以说 这一定要注意 在进行加减乘除取 包括负值运算的时候 如果两边的数据类型不相同的话 会发 不相同的话 会发生自动 自动转换 自动转换 一般情况下转换的条件是 两个类型必须相兼容 如果是进行加减乘除取运算的话 一边一般情况下 两边必须都是输这 第二种情况是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什么呀 从小的类型向大的类型转换 就是 硬的类型可以向double类型转换 double类型绝对不允许向 硬的类型转换 double类型是不会自动向硬的类型转换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 硬的 a等于3.14加6 这个是对不对 不对 对不对 加号很好运算 会把6转换成6.0 对不对 然后急进行运算是个9.14 还是个double类型 9.14 那么9.14要复给a的话 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又应该等号大家注意 永远是右边的复向 左边的 对不对 所以说9.14w型 复给左边的一个硬的类型 由于9.14 没有办法自动转换成硬的类型 所以说出错了 那我理解吧 那我就想这样负怎么办 强制类型转换 怎样强制类型转换 在要转换的值前面加一对小括号 小括号中写你想强转成什么类型 对不对 intern 那么这个9.14就会转成 intern 但是一定要注意强制类型转换是要干什么样 失真或者丢失精度 这样一转的话 这个a中存的是几 9 对不对 所以说自动类型转换不用我们管 系统自动完成 因为一般情况不会损失我们的精度 对不对 而强制类型转换会失真 所以说系统就不干做了 需要我们成员写这句话 写这句话有意义的 你应该在那写的时候 意识到这个操作有可能丢失精度 导致你最后的计算 和你真实的那个计划的精度不一样 不能说错误 只能说精度不一样 误差更大了 对不对 这个要注意 那这还要再注意 就说如果这个intera等于10除以3 好 a的值是多少 3 对不对 没有人再说3.333了吧 那我说double呢 我知道10除以3是多少 3.33333对不对 那doublea中是不是3.33333 是不是 好 说次的证明上节课没好好听 或者说刚刚我复习的时候 这句话你还没理我这句话说到什么呀 参与运算的操作数和结果的类型 必须一致 那这俩参与这个除法运算的两个操作数 是什么类型 我说咋扯这拿上的嗓子干喊 没开话筒是吧 好啊 那10除以3 这两边都是inter类型 对不对 那他结果应该是什么类型 inter类型 所以说a的值应该是多少 3 或者你说3.0 对不对 所以说当两边都是inter类型的话 注意啊 这个符号 就是整除的意思了 能够理解吧 不要再说3.333了 因为其结果也必须是inter类型 所以说10除以3是 结果是3 你可以试试啊 或者是3.0 那好 那我想得到3.333怎么处理 两种办法吗 你把前面的一个10转成double 可以不可以 可以吧 或者的话 你随便再一位后边加个点0 一加点0 10就变成什么了 double类型了 那3会自动转换成什么 double类型 double类型除以double类型 结果还什么 double类型 你就得到3.33333这个结果了 能够理解了吧 所以说注意啊 这个试一下啊 你要不写这个点0的话 你会发现 乘以中A的值 这样计算之后 A的值是3 你要一加点0 或者把一个值转换成double类型 它的结果才能是3.333 能够理解吧 好 类型转换很重要 重要啊 所以说在进行加减乘出取 以及负值预算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意思啊 有这个意思 好 希望慢慢以后通过锻炼 慢慢培养这种意思啊 强的类型转换 不再讲了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想把一个3.14 强转成硬的类型 我们的语法就是这样的 在带转的数字前面 加个括号 括号前面 括号里边 写我们想强转成的类型 这强转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数据类型还是一定要像兼容 double类型 能转成硬的 因为都是数字 对不对 注意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这种写法 我想把直无串的3333 强制转换成硬的类型 这种写法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33333是什么类型啊 直无串类型 不能转换 不能简单的就被转换成数字类型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那我们还想这样转怎么办 记得不记得了 给大家讲了一个特殊的写法 对不对 还想把一个直无串 转成硬的类型 我们这有这样一个东西 叫做convert.2 硬的32 然后加一个括号 里边写我们要转换的直无串 这样的话 这一句话就把这个直无串 333333转换成了硬的类型 前边我们只需要定一个硬的类型 来接收就行了 这时候就把这个33333这个直无串 转成硬的类型 并且复给了 并且复给了 能够理解吧 上节课讲的 要记住 这句话是要背下来的 因为我们以后是经常要用的 带转直无串 然后我们还讲了一个方法 叫convert.2 实际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把任意一种类型转换成实际类型 包括每一种类型 我还讲后边都可以写什么样 点图实际 扩号 把这个类型转换成实际类型 还记得上节课我举的例子不记得了 我举了一个A加B的例子 通过那个例子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什么呢 理解加号有两种意义 一个是连接 一个是想假引算 对不对 咱定一个A等于3 定一个B等于10 我输出 A加B的值 咱知道这里的话 A和B是什么类型 inter类型 所以说运行的结果是多少 13 因为两边都是数字 加号表示我们学的算术的加法 加法的意义 对不对 就相加的意义 所以说结果是13 那假如说有一个是直乎串呢 比如说 我想让它变成直乎串 怎么样让它变呢 两种方法 一种是convert to string 对不对 to string 可以吧 号一种是什么呀 我说任何 变量名 加点 加图 十字形 加个括号 都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呀 十字形类型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一边是十字形类型 一边是inter类型 通过加号连接 这个加号的意义是什么 连接的意思 对不对 因为它会自动把 这一边转换成十字形类型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的类型都可以转换成直乎串 所以说它发现这儿是个直乎串 和右边的数字 直乎串和数字肯定不能进行相加运算 对不对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这个加号所要做的就是 发现一边是直乎串的话 它一定会把另一边转换成直乎串 我们看一下 那么两边都是直乎串的话 它的意义就是连接 连接的话 这个结果应该是多少 310对不对 310 一定要注意 不是数学上的加法运算了 而是连接的意思了 这就是不同的类型 通过加法运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因为加法的意义有两种 有两种 好 然后我们学了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咱知道 都是使我们变量中的值加一 对不对 类似于A等于A加一 B等于B加一 这种加一的运算 类似于加一的运算 打开笔记 那我说不是 加加减减 其实还分为什么呀 前加与后加 对不对 有同学说我比较迷 比较迷 你又这样认为了 怎么认为呢 这一句话 由于是后加 对不对 你又认为什么呢 先计算这个表达式中的值 然后再进行 Number等于Number加一 假如说 这句话写成前加 你又认为 Number中的值 先加一 再计算这个式子 当然如果你能理解 我讲的意思的话 就不要这样计算了 因为 咱自己写程序啊 你要不懂这个前加后加 你又别用 但是做考试题的时候 它往往什么呀 一堆前加后加 给你写在一块 有的时候 这种写法是不正确的 有的时候 这种写法 可能和真实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最好 还是不要这样计 实在理解不了的 你在这样理解 什么意思呢 当这个Number写成后加加 什么意思 就是说Number在参与 这个运算的时候 参与运算的时候 这个Number取原先的值 或者说取老值 不是取加以后的值 当这个运算完成之后 Number的值要进行 加一运算 其实官方点说 正确点说 应该说什么的 在这个在进行运算的时候 Number值的变量 其实已经加一了 只不过这个表达式的值 为原值 了解了吧 因为一看 有加加有运算符 这就是个表达式了 对不对 好 前加也一样 在进行计算这个式的时候 这个加加Number的表达式 取加以后的值 然后参与运算 不管是这种写法 Number加加取 没加一的值 也就是说原值 还是这种运算 加加Number取新值 或者说加一后的值 这两种运算 执行完成之后 Number中的值 都会加一 都会加一 就是这个 看来上节课 学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然后关系运算符战说了 在我们程序中 比较比大比小 就是比关系的 对不对 比大比小 比等于比不等于 比大于等于 比小于等于 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边大家一个问题 这种比较的结果是什么 有同学说了 咱上去 咱说关系运算符 K精比较 对不对 大象比老鼠重 兔子比乌龟长寿 看就是假的这句话 对不对 假的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比较 有正确 在我们程序中 有可能对 有可能错 所以说我们关系运算符的比较 结果 我们单独给它产生了一种类型 定义了一种类型 叫做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 大家注意 只有两个词 一个是去 表示真 一个是负 表示假 什么意思呢 当一个关系成立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真 当一个关系不成立的话 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记得了 我不知道昨天复习了没有 比如说我们可以 10大于20 这个词字对不对 很显然是错误的 对不对 咱知道关系运算的结果是布尔类型 咱看看布尔 第一个布尔类型 等于10大于20 然后输出 输出这个试照 然后暂停 好运行一下 看这个试照的结果是多少 first 证明我们这个关系 比较这句话 这个命题是错误的 对不对 好 10小于20 这就对了吧 运行 出是正确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关系表达是 到运算结果 是布尔类型 是布尔类型 记住 什么叫关系表达式呢 就是由大于小于等于不等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这些关系运算符连接起来的试字 连接起来试 他们连接起来 我们可以 他们进行比较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布尔值 这个布尔值表示什么呀 这种关系是否正确 正确的话 这个布尔值中的值为错 错误的话 为first 这个需要大家记住 好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讲了一个什么呀 逻辑表达式 对不对 逻辑运算符啊 逻辑运算符 由逻辑运算符连接起来的试字 叫做逻辑表达式 逻辑表达式 逻辑运算符有这么三种 一个叫这个叫逻辑语 对不对 逻辑语什么呢 逻辑语一般连接两个表达式 连接两个表达式 这两个表达式 一般情况是关系表达式 就算不是关系表达式 也是一般情况是关系表达式 就算不是一个的话 有可能是多个 总之啊表达是一表达是二 最终进行求解求解求解 能求成一个布尔类型 得解了吧 表达式一和二要能够进行运算 运算成一个布尔类型 那么经过这个逻辑语运算之后 逻辑运算之后 整个式子的值 就是说我要是定义一个布尔类型 经接收 接收整个式子的值 接收这整个式子的值 那这个布尔类型的结果 应该是什么呢 和这个表有关系 对不对 当表达是一表达是二的结果 运算结果同时为真实 那么整个表达式的运算结果 付给嘴上的这个结果 为什么呀 为真 其他情况下全为假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叫做逻辑语 经常把它翻译成和并且的意思 对不对 当一成立并且二成立的情况下 我们的整个结果才为真 否则的话有一个不成立 其结果就为什么呀 first 对不对 first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这个结果 这个运算结果 运算方式啊 逻辑与连接体代的两个式子 只有当两边同时为处的时候 其结果才会为处 那第二个逻辑运算符 叫做逻辑或 或运算 或叫逻辑或 大家注意啊 有些书上可能还讲了这个东西 一个案的符号 对不对 这个叫未语啊 咱俩不经济讲啊 未语 这个到就业班中再给大家详细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解释这个牵涉到二进制 还要给大家讲怎样把一个数字转成二进制 所以说注意有的书上这样写 没写错人家 这是两个不同的运算符 了解了吧 咱用的都是这种运算符 两个的啊 两个的 有的书上还写一个书杆 对不对 人家也没写错啊 那个叫未货 而我们两个书上叫做逻辑货啊 逻辑货啊 逻辑货逻辑货 一般情况下也是连接两个表达式 也是连接两个表达式 并且两边的表达式一般情况下也是关系表达式 什么意思呢 就说两边的两个表达式啊 经过运算之后 也要求他能求解成一个不二类型 那就是出货foss了 对不对 不二类型就是出货foss 那整个表达式的结果怎样计算呢 咱说了 当表达式一或者表达式二有一个为真的话 那么表达整个表达式 就是说表一或上表达式二结果就为真 那么理解吧 所以说你理解一下这个或者的意思 当表达式一或者表达式二有一个为真其结果为真 所以说出处为处 foss处也为处 出first也是处 对不对 只有当两个同时为first的时候 结果才为first 对不对 所以说逻辑或经常用于两个条件 只需要一个成立 我们就可以运算了 对不对 下边后边我们会举例子 或者说我们先想想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怎么样表示 张三的成绩 语文和数学都大于90呢 按的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成绩在一个变量 scal是从scal上存的了 我们就可以什么呀 scal大于90 按的 不是 写出来啊写出来 光说的话 大家不好掌握 不好想象这个东西啊 比如说它的语文成绩 trianese 等于90 数学乘以mice等于80 好 那怎样表示它的两个成绩都大于90呢 trianese大于90 并且 并且mice大于90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结果 它是个不二类型 对不对 如果这个结果为处 证明确实证明什么呀 这个命题是正确的 对不对 两门成绩都大于90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随道的结果为什么呀 为first 为什么呀 因为咱看到 传递是大于90 大于 这个等于95啊 大于90成立不成立 成立为处 mice大于90成立不成立 不成立 mice是80对不对 80大于90是不成立的 所以说这个为first 一边为处 一边为first 那结果是什么 看一下逻辑语 一边为处 一边为first 结果为first 所以说证明这个结果是什么呀 first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啊 first 对不对 因为逻辑语连接起来的这两个式子啊 这两个式子 只有同时成立的时候 其结果才会成立 才会成立 好 那表示这样一个句话 语文和数学有一门成绩是大于90的 用什么呀 或者对不对 有一门成绩大于90就是语文可能大于90 数学可能大于90 或者语文和数学都大于90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们这应该写或者 好 这样的话我们看看 tines大于90成立不成立 成立 mice大于90成立不成立 不成立 那两边只要有一个成立 我说我整个表达式的结果就为处 对不对 咱看看这个成立不成立啊 成立为处 对不对 由此可见 对于现在这种情况 我说他的语文或数学有一门成绩是大于90的 这句话是怎么样 正确的结果为处 正确的 对不对 好 让他的语文变成85 这时候再看看这句话还正确不上语文和数学有一门是大于90的成立不成立 咱看成立不成立 肯定不成立 对不对 都是80多 对不对 肯定那句话是不成立的 咱看看咱的诗子 成立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对不对 所以说学了这个关系表达式以及逻辑运算表达逻辑表达式之后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什么呀 你要学着呀 能够把我们实际当中的这些描述转换成我们的程序 了解了吧 转换成我们的程序 好 这是这个 然后第三个逻辑运算符 这个叫什么呀 飞 这个不太假了 很简单 对不对 它是个什么呀 一目的运算符 一元的运算符 对不对 后边给一个不二值 加探号 后边那个不二值 或者后边给一个关系表达式 真就会变成假 假就会变成真 了解了吧 这个有了一叫取反 取反 有人叫逻辑非 又有人叫取反 然后这些我们讲过之后 我们讲了一个优先级的问题 算符运算的优先级 大概记一下 这个说过 没不需要大家一定要实时的记住 大概了解顺序 到时候你真的不了解 真的忘了 你想想昨天我让你们写那个判断润年那个方法 你就加过号 对不对 真的你忘了这个或与谁高了 谁的优先级高 那你就加过号 想让谁先计算 你就在谁那加过号 想想上节课咱写的那个诗子 好多人在写那个判断的时候 一会我再写一下吧 咱简单先看一下 首先一元那是最高的 对不对 一元的高 然后乘除取比加减高 这个也很好理解 数学上就先加先乘除后加减对不对 然后一味咱没学不管 然后咱看咱学过了 就是关系的小于大于小于等于大于等于比什么呀 等于和不等于要高 对不对 比等于或不等于要高 然后就是什么呀 与比逻辑与比逻辑非高 对不对逻辑与逻辑非高 然后大家记住等号是比较低的 一般是最低的 好等号的是比较低的 能够理解吧 大概就这个顺序啊 所以说昨天咱有一道题啊 让你写这个什么呀 瑞年的判定方法 瑞年的判定方法咱看 两条满足其一 由此可言这两个条件之间要什么呀 货 两条满足其中一个肯定是逻辑货 因为逻辑货咱知道 有一个为真其结果就为真 对不对 然后关键是什么呀 第二个条件又是一个条件 年份既能被四整除 并且能被一百整除 是不是对于第二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要求必须的满足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试字啊 应该是这样写的 我看好多朋友都这样写啊 就说有个年份 比如说有个年印象一样 怎样判断 他是不是最年了才知道 能够被四百整除 被四百整定于零 这怎么能够被四百整除 对不对 或者能被四整除 或者这个一二能被四整除 与四取余数 等于零 并且不能被一百整除 对不对 不等于零 我看好多朋友这样写 我不加衣服了 不加衣服了 咱还没信到这儿的话 咱还没信用 好多同学都这样写这个条件 好 这样写我说非常非常好 肯定同学有这个意思 这两个条件应该先进行云算 然后再与这个条件进行获云算 对不对 但我刚上节课提问大家了 我把这个括号不写行不行啊 行 我说不写会不会这两个先进行云算了 不会了 因为咱知道逻辑语的优先级怎么样 比较高 对不对 但上节课大家写的时候 我看大家都这样写了 可见大家第一 那时候还不知道优先级的 对不对 就是算哪怕你知道了 哪怕你知道优先级了 我也建议这样写 这样写会使我们的程序更加清晰 方便别人的阅读 能够理解吧 所以说该加括号了 你就加括号 我真不知道这俩到底谁高了 加括号很简单 很简单 然后紧接着我们学了义符结构 义符结构 义符结构表判断 它的基本语法 基本语法 义符加一对小括号 小括号中写一个条件 什么叫条件呢 一般情况下 是由关系云算符 或者逻辑运算符 或者关系加逻辑运算符 组成的一个式子 就说总之啊 这个条件进行运算运算 最终要能运算成一个什么呀 布尔类型 就说义符后边的这个框号中的条件 必须填一个能够运算成布尔类型的一个式子 好 那么执行过程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 如果这个条件为 true 则执行义符下面所带的这句话 如果这个条件最终求解为 first 则跳过义符下面所带的这句话 能够理解了吧 好 那后来我都说了 默认情况下 义符只带一句话 义符只带后边这句话 所以说成立就执行这句话 不成立呢 跳过也是跳过几句话 一句话 对不对 那我要想带多句话怎么办 可以把你的这多句话用一对大括号 扩起来 看到没有 多句话用一对大括号扩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叫做组成了一个语句块 咱可以认为语句块在语法上就相当于一句话 了解了吧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会实现我们的义符语句一下带了多句话 当条件成立的时候 肯定要执行这么几句话 对不对 当条件不成立的时候 是跳过这个语句块的那种往下执行 能够理解吧 好 这儿有个注意 好 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哪怕义符只带一句话 只带一句话的话 也就是说可以不加这个大括号 对不对 因为义符情况 义符我这儿说了 默认情况下就是只带一句话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儿我说了 哪怕一步只带一句话 也要把它写在大括号中 组成语句块 能够理解吧 这样的话 上节课我也给大家演示 不写在大括号中 危害啊 给以后的维护可能带来一些安全上的一些隐患 如果用户有可能一改 结果改出来 bug了 还记得不记得 我上节课举的例子了 他在你那个衣服后边直接加了一句话 结果把你衣服原先带的那句话给急跑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加大括号 这是写程序的一种规范 好 那这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有没有看看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啊 哎 对了 上节课我们给大家留了三道题作业 对不对 哎 有没有问题 消费要我讲一下 好 我快速的把这三道题给大家做一下 有问题的话 你要看着我怎么做啊 好 让用户输入年龄 如果输入的年龄大于18岁 则显示你已成年 那要小于18岁就没反应对不对 好 这个题 好 先新建一个项目 复习加作业 这是咱第四天的课程了是吧 怎么看来都少写了一天 好练习的第一题啊 让用户 让用户输入年龄 输入年龄想想怎么样让用户输入啊 先给用户提示一下 咱有两个良好的机关 你不要直接让用户输 你运行黑屏用户咋知道他要输入年龄啊 对不对 先提示 请 输入 您的年龄 对用户要表示尊敬您 对不对 哎 好 然后怎样来得到用户输入啊 console点什么呀 readline对不对 这样的话得到一个用户的输入 而这样得到用户的输入是什么类型 猪串类型对不对 所以说而我们要判断的是什么呀 年龄是大于18还是小于18 这是进行一个什么呀 数学上的运算 对不对 所以要想办法把用户的这个年龄转换成什么呀 哎 印他类型 把用户输入这个猪串的这个年龄 转换成印他类型 这样转换啊 convert to int32 对不对 把用户输入这个能经转换 然后前面定义一个印他类型的变量来接收 A姐 这样的话 当用户这句话 让用户输入一个年龄 然后这个年龄交由convert to int32 转换 转换的结果变成了印他类型 就付给了这个A姐 能够理解吧 然后下边我们就可以判断了 如果A姐大于等于18吧 放开18大于18 咱去个函 函18岁 如果大于等于18我们就显示一句话注意虽然我这只带一句话但是也要有写一段大过号把它扩起来写大过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养成良好的习惯先把大过号给写起来再在期间添加我们的程序理解了吧 因为马上啊我们就牵扯到我们这个大过号的签套了 一旦牵扯到大过号的签套你要是不这样写的话很有可能造成后边你的大过号经常忘了写反大过号或者签套了你都不知道该在哪写个反大过号了 所以说先写一段再在其中添加程序 好如果大于18的话我们就输出什么呀 输出一句话 你已成年哎不要随便再做一些过激的事情了要能承担法律责任了对不对不要学要哥哥对不对开车撞人可不能冲那种事啊 好然后我们看看啊我们要体会的是当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执行这句话当这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 我义父后边括号中这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结果为first的要跳过义父所带来的这句话对不对咱看是不是这样的啊 当这个年龄比如说是20岁你也成年对不对好成绩结束再运行 当他为1615岁15岁肯定这个A姐大于等于18不成立15大于等于18肯定是不成立对不对不成立这个结果是不是为first 为first是不是跳过这段这段语句了对不对我们看看啊15岁啥都没输出吧 哎程序结束了这就是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义父语句啊当这个条件成立则执行义父所带来的一句当这个条件不成立则跳过义父所带的这个大过号中一句 然后继续往下执行啊好记住第一题就这样阻止掉 第二题 好这个我不阻止了 好第二题啊 如果张三的语文成绩大于90并且音乐成绩大大于80或者语文成绩等于100并且音乐成绩大于70则奖利100元好这句话首先我们讲你能理解这句话吗 这句话中有几个条件大的来分线中有几个条件两大块条件对不对第一个是语文的大于90并且音乐大于80这是一个条件 好把它分析出来啊 好这两个条件啊 好就语文大于90的情况下音乐也大于80有100块钱的奖利对不对哎或者的话你音乐考的很低哎低于80了但是要求也大于70 大于70的话你语文成绩必须什么呀等于100考满分我才奖利你100块钱能理解吧这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之间什么关系或者满足其中一个就行了对不对满足其中一个就能得到100块钱的奖利那咱看每一个条件之间其实又有两个条件大语文要求大于90并且音乐大于80当这两个小条件处于什么关系的时候这个条件可以满足 并且吧语文大于80音乐等于60能得到100块钱的奖利不能不能所以语文大于80并且这个音乐也大于80并且的关系才能得到100块钱的奖利对不对或者语文大于100音乐大于60能不能 语文等于100能不能得到奖利不能对不对所以说首先这两个大条件是或者的关系其次这里边这两个成绩又是什么呀语的关系要求两个条件都必须满足才能得到奖利能够理解吧 所以说这句话你必须先能理解你才能理解这道题啊那我们又写了 定一个我直接写了啊还是不要偷懒了给你们演示一刚开始基础班对于零基础的一定不能偷懒 不然的话以后你们偷懒你们还说老师三个就这样教的对不对好啊以后来到就业班再偷懒 请输入你的语文成绩啊定一个传递 等于convert to int328用户输入的 也得烂啊这句话我不知道有不了有不理解这句话的一定要问我了啊要真不理解我又给你拆开一些这句话里边的这个readline让用户输入一个组串 对不对convert to int328用户输入这个组串转换成印的类型并且附给 全粒子这个变量对不对好然后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请输数学成绩 好把这儿改成mess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判断了我们知道 啊音乐音乐 请输入您的你的音乐成绩 nuric是吧 好那下半我们就给你判断了我们已经分析出来这个判断啊先有两个或者其中又有两个 语对不对那你可以这样写如果后边我说我第一家又大一个小括号里边写条件后边跟一对大括号如果这个小括号中的条件成立则执行这里边一局不成立则跳过这里边一局对不对咱这个块中咱要分析有两个条件是获得了关系对不对你这样写先把两个小括号写出来获得了关系对不对哎这个表情挺漂亮啊 这是不是一个表情好在第一个里边我们写第一个条件语文大于90并且音乐大于80语文串逆子大于90并且音乐大于80啊咱都喊都喊大于等于90 大一等于80或者什么呀语文等于100音乐大于等于70对不对 啊或者语文等于100啊或者语文等于100啊或者语文等于100并且音乐大于等于70你看是不是这样一种关系啊我们就显示 奖励100元前100元去买东西吧 买糖吃去吧好 买凉去吧对不对可以买盐去了 不是有辐射了吗都在抢勾盐 人家说80后是最什么呀 不是人家说是最淡定的一一代 对不对好像说那些70后60后都在抢勾盐8080后没没反应对不对 哈能不能理解这个式子啊 你看哎首先这两个式子刚才给大家分享这两个式子是什么呀 货的关系只要满足这两块中的一块就行了对不对哎满足第一个的话就是语文大于90并且音乐大一等于80才能满足第一个条件对不对后边的话是语文等于100并且这个音乐大一等于70才能满足后边这个条件而这两个大条件满足一个就行了所以说我这用来一个逻辑货对不对那么问 写啊良好的形式我让大家这样写了里边这些小括号能去掉吗 我这样写对不对 会不会他俩运算然后运换的结果又与他进行运算会不会啊 不会咱知道关系表达是运算符大于逻辑货并且逻辑货大于逻辑于所以说肯定是前求这些大于等于这些小式子对不对 然后求完之后再取什么呀逻辑于对不对逻辑于大于逻辑货对不对 然后再求逻辑于两边的然后两边的算完之后再求什么呀逻辑货再求大条件的这个货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运算符的优先级你就知道他的运算你要真不知道的话按我刚才给你写的都加上括号 这样嘛这样看的也清楚一些对不对看的你还可以再折一下行两个是货者的关系上面一个条件下面一个条件对不对看的更清晰一些啊好咱测试一下咱那个提啊 一个是95一个是85成立不成立 大于90并且音乐大于80对不对有100块钱好可以买糖了 一个是100考的很好对不对一个是65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 因为第二个条件是等于100的情况下你逼什么呀大于70对不对 没反应对不对没有100块钱吗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其他的情况你自己自己撤我这儿不再讲其他情况了 好第三题 哎昨天在作业的话有同学问我第三天有点小问题啊就第三点应该不是太难让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用户名和密码为我的密密码为买pass则提示登录成功那我要问 这两个条件是逻辑语还是逻辑货 肯定是用户名和密码同时输对才能让你登录成功对不对 你想想你的k号光密码输对了就让你登录了吗 还是光k号输对了密码输出来就让你登录肯定是两个都成立都输对对不对 两个都输对你想想两个都必须成立那肯定是逻辑语啊逻辑好 第三题 用户名 好判断这两个用户名应该是什么类型 哎注意字符有多个字符组成的肯定是什么呀 字符串对不对字符串啊 前面的话你说的前面这些年龄都会能不能也用字符串 凡是要进行数学意义上的比较的话必须得转型 只要你不进行数学意义上的比较那你用什么类型 只要能不出错就行了对不对 哎这个大家注意啊好说一点用户名我们定一个用户名是最后类型的优点 内姆啊优点内姆看这是什么命名法呀 骆驼命名法是不是开梦命名法第一个单词小字符小写对不对后边的每个单词这么大写啊 然后通过console.redline 来让用户输入 然后再给用户提示 请输入你的密码 好得到这个密码叫做my pass 通过console.redline来得到 好下回我们判断了 哎用户输入的用户名密码是否正确 刚刚你能给大家说过了两个b的同字成立对不对 如果your name等于odermy这样写对不对 并且买那个my pass等于my pass这样写对不对 不对为什么不对呀 哎我说我这儿不加引号了 证明这是个什么呀 变量有这个定义这个变量了没有 没有看昨天有同学这样写啊注意啊 你看这些提示的上下文中不存在odermy 什么意思啊odermy没有定义 对不对这儿的话倒不提示 为啥呢前面我们定义买pass了 这俩肯定相等 这俩变量中的值肯定相等 对不对同一个变量比例 因为你的年龄和你的年龄一样大不一样大 肯定一样大对不对 好啊注意啊 好如果相等这个条件成立则给用户输出 输出什么呀我也忘了登录成功对吧 好登录成功好像什么 好买pass这儿不用加对不对 好不用加事不报错 你想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把my pass变量中的值取出来 与my pass变量的值经比较 对不对 那用户要是输入一个BBB 你说这个条件成立不成立 用户输入密码的时候输入一个BBB 这个条件成立不成立 成立为什么成立啊 因为这两个都是取值性比较 这个取值这个也取值 你说成立不成立 成立对不对成立 我现在让你比如说 比较张三的年龄是否大于18岁 你应该用张三的年龄 存储张三的年龄 这个变量A点 与18进行比较 对不对 注意啊我那举个例子 那个同学 不加也行 比如说我定义那个张三的年龄 那18存在这个年龄中了 对不对 我让你比较张三的年龄 是不是18 你说你这样比较有意义没有 你这样来比较 一辅A点等于A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老师这个A点就是18呀 那这是这种情况 恰巧张三的年龄是18了 对不对 张三的年龄是18了 我让你这样比 如果张三的年龄现在是19 你这个还能比较 张三的年龄是不是18 这个意义吗 不能了吧 所以说这一定要注意啊 你要是这样写的话 表示取出来这个买pads中的变量 与买pads中的变量进行比较 这个条件将永远成立 好咱我就这样错误的写 咱举一下例子看一下 我那是个断点 断点以后我会给大家讲啊 叫程序停到这咱看一下 用户名我可以输对 他的密密码我输个错误的张三 不是叫做AABBB可以吧 好过来看一下 就是内幕中变量的值是多少 这个网络上呢看不到这个值 看下边就是内幕中变量的值是多少 A的密 那这个A的密 与这个A的密比较成立不成立 成立 买pads中的值是多少 AABBB 对不对 那这儿取买pads中的值是AABBB 这儿后边等号后边也取买pads的值是AABBB 那这两条件成立不成立 成立成立结果为什么 为初 而现在你想判断这个买pads中的值是什么 是不是买pads这个字母 对不对 买pads这个字母 所以说啊 我在定义达个变量给那个要比较之路上重名了 你可不要被绕进去啊 所以说 这儿第二个应该加个引号 注意 前边的不加引号的是变量名 里边存储的是用户输入的内容 后边的加引号的是一个制服串 拿用户拿这个买pads变量名中存储的字母串 与这个植物串串比较 能够理解吧 好 你今天那个 哎 容易错误理解 我不吹买pads了行吗 我不个名字改改 可以不可以 哎 这样就行了吧 好 那咱来试试啊 如果 用户名色的密 密码输错了 啥都没有结果 对不对 好 如果用户名色的密 密码是买pads pads使用大写没有 屁孩的大写啊 密码是区分大要写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登录成功 对不对 登录成功 这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如果你还不理解这儿 为什么不能写成买pads 等于买pads 下课之后来找我 我问你 这儿能不能写成 your name等于your password 的 your password等于your password 这样写 没有任何意义 对不对 两个变 同一个变量的字肯定相当 你的姓名和你的姓名相当不相当 相当 你的年龄和你的年龄相当不相当 相当 肯定相当 对不对 同一个变量一样的比较了 比较的话的我的年龄和你的年龄相比较 我比你大 对不对 拿我自己的年龄跟我自己比较 那肯定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的体重和我的体重比较 你说肯定是相当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不要拿自己和自己的比较 没有任何意义啊 好 这就是昨天的作业啊 如果有不理解的下午再来下课之后来问我 或者给我发飞机后 那好 复习我们就讲到这里 休息十分钟 八分回来 我们开始讲新的内容